你的那件事情 洛文低下头 对于你的做法 我个人保留意见 严良不以为笑着 我知道 你肯定是反对的 你总是说 无论什么理由的犯罪 都是可耻的 不过 我至今都不后悔当时的做法 这些陈您就是啊 不提也罢 先去你家 把东西放下 哦 什么东西啊 严良伸手是一手野大塑料袋 那 好久不见了 我琢磨着 给你买点什么见面礼呢 可是 你一不抽烟 二不喝酒 比我还无趣 我至少 还经常在家里喝点小酒呢 我想到 你买了一条小秃狗 考虑到 你一定没有养宠物的经验 所以 就去买了些狗粮和狗零食 哈哈 呃 这 洛文有些难为情 低头说 我倒没有为你准备什么呀 哈哈 开个玩笑 不用这么正经 我只不过啊 刚刚开车路过一家宠物商店 临时想起来的 洛文点了点头 啊 好吧 不过啊 我家没什么可招待你的 我只能 待会儿好好请你吃一顿弥补了 两人走进小区 严良打量着小区里的环境 哟 这地段 这楼盘 不便宜吧 还可以吧 我辞职后 来航市的单位安顿好后买的 那时候 一万七八的样子 现在嘛 也许两万多 我不太清楚 中介公司总是给我打电话 很烦人啊 全款买的 严良笑着瞥了他一眼 洛文低头应了一句 啊 他不是一个看中钱的人 所以 从来不愿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很有钱的样子 直到进了洛文的房子 严良吃惊地站在原地 这就是你的房子啊 他看着整整一百多平米的大户型新房 光房价就值两百多万了 可这里的装修 包括家具 电器 估计也只需要两万块钱全搞定 地上随便就拖着网线 客厅里 还有一条小土狗 看着脏兮兮的 见两人进屋 围着他们转 附近还有一些屎尿 房子里 更显脏乱 洛文有一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呵 装修 稍微简单了一些啊 哼 这是简单吗 严良笑了起来 这根本就是简陋吧 你自己 随便找几个人装了吧 被严良一眼看穿 洛文更觉尴尬 呃 我不太懂这些门道 反正我一个人住 简单布置一下而已 这时 严良注意到了墙上唯一的装饰物 洛文一家的合照 照片中的一家三口 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 朝着相框外开心地笑着 严良唏嘘了一声 他没有再继续嘲笑 洛文简陋的装修 他多年一个人住 生活上自然也不太讲究 他是严良见过最好的法医 像他这样的人 把精力都花在了他专业工作中 对生活品质从来就没什么追求 严良望着照片 抿了抿嘴 微感歉意地看着他 嗯 还没找到啊 洛文背过身去 低声说了一句 啊 八年了 也许 这辈子都找不到了 可以做到 他们也许 他也许 他也许